我是愛媽 我是愛家 好脆好好吃的脆瓜 請預備10條小黃瓜 流水一流10分鐘後搓洗乾淨 我們所需要的材料有 醬油200cc 烏醋180cc 冰糖5湯匙 切斷1.5公分左右 開中火 煮滾後加入小黃瓜 讓醬汁蓋過小黃瓜 煮3分鐘後 撐起來放涼 煮3分鐘後 用電風扇比較快喔 放涼後 放涼後 要再回鍋子煮 第二次 第二次煮2分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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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沉起來放涼 再沉起來放涼 這時醬汁再滾一次後 放涼 放涼後就可以裝進罐子冷茶 這真的很脆喔 這真的很脆喔 不輸罐頭的呢 倒入醬汁 小孩吃了一口接一口 好下飯 蓋上瓶蓋 冷藏 冷藏一天就可以食用喔 夏天好適合吃 請訂閱按讚 分享我們的影片喔 謝謝您